台湾外套文化基金会 在超顿顶新建艾契口共同馆 今天几个班纠年议室一定是控制五年底 的政策六成可用 将设计自动以及少年好理合部中心 祝祝和祖孙共同典典业 希望将外套的理念 为航空投典到金国社区 应做专门外套的风气 台湾外套文化基金会 经过这几年专门现金的爱契口共同馆 将基盘尚严议室 这些贵宾作为出席参务 经过金会20年来的努力 在专台的郭兄弟已经设计到 四百多座爱契口 收藏到苏心中亚投资教友资源 现在在超顿顶现金共同馆 各种推动到专门外套的风气 未来也认为中亚积效期待 我相信这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共同馆 来借业 尤其在我们乐在草屯 在草屯 这是我们南投县之府 将来是朝额少德机构方式 来申请立案 那目前这个星班事业也送进来了 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星班事业计划的审定 能够如期的来完成 让明年启动的时候 启用的时候 能够非常名正言顺 要切割共同馆 不管是多馆造型 内部的空间 都经过着用心设计 现金金会达到7千多万 是要切割共银安心 要搭造新闻专家会 看起来重要中所 基金会的重大里程碑 那也希望许县长跟大家 推动的一个阅读教育 在基金会的一个落实跟推广之下 那可以让我们 不管是草屯正名 甚至南投县名 它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阅读館 花的经费大概有1亿7千多万 而且建品高达800坪 那而且它在设计上面也兼具美学 它的整个建筑物就像一本翻开的书 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进到这个建筑物来阅读 那完工之后可以提供孩子 一个非常好的阅读的空间 一般民众也能够感受到 舒适的阅读空间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共读馆成立之后 可以培养这个孩子 跟民众好的阅读的习惯 另外共同观又设立到 大脑发展这个合适研究社 是第一座由民间 跟美国地名大学共同来合作成立 以及美国地名大学共同来合作成立 这些女性 藏布图 是第一座由于 观优传而来实际 还不减大家